我那時候還沒有驗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胸部就已經很長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很困擾 我就有問他們說 你們的頭 會不會就是一直很 就是 我就電鈴一直穿來 就說我現在什麼奶頭很硬 我就說我就不想回 我就說我不想知道 他就說我好想拍照給你們看 我就是我真的不想知道 歡迎光臨 今天的女人回家 是不是跟我一樣有好的歸意 然後這些好朋友 跟我們分享人生的 大部分很精彩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交的男朋友 第一個就會想要給他看對不對 沒錯 然後比如說我們生的第一個小孩 就你一定要當乾媽 對 這當然不行 對 不當然不行 我覺得太好了 對 今天有三對閨蜜要跟我們分享 他們怎麼樣如何變閨蜜的 然後不打不相識 有的人故事非常瞎 但是還可以變成好朋友 兩位老師應該是屬於孤單的 因為他們太優秀了 都沒朋友 凱文老師 大家好 我是凱文 凱文老師 我還是有朋友的 來看看 這樣子才叫朋友 有這些 對 這一定要的 人生大小是一定要找他計畫 對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有嗎 有嗎 我 VDia應該沒有吧 妳要結婚妳就結了 妳要生小孩妳就小 妳就生了 我很喜歡聽大家的意見 我連結 妳會聽 會 不是 她只會聽 她只會問 問問 她其實是自己 她其實心裡已經有的 她大部分都這樣子 但是只有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還覺得 她真的有認真詢問我 就是她那時候 不是有自己手做飾品 然後她可能有想要進櫃什麼的 然後有一些會計上的事 什麼什麼 畢竟她之前有導過電 然後我後來我開店 就還可以 所以她就有詢問我一些 就是要怎麼弄 對 然後我就有介紹 我的會計給她 就是這一方面 這對 當然 當然也要很清楚 就這一點 她好像有比較認真的問 其他的好像也都沒有 有 我從結婚到生小孩 我什麼都問 我那時候結婚 連佈置花要花多少錢 我也一直問他們 然後我從就是要懷孕 我連排卵 我就驗到排卵 我也要給他們看 然後去外面吃飯 我也是就是都不會忌諱 因為我覺得就是好朋友 所以譬如說今天 可能我是排卵日 我就有驗到 我就說吃快一點 我今天排卵 我要回去生小孩什麼什麼的 然後一直到就是我驗孕驗到位 都會就是立刻就是拍照 傳到那個群組給大家看 即便他們沒有人想要看 但我就是會 對 大小事都要講 可是到底是大事還是沒有問 妳是告知不是討論 沒有 我們沒有討論 討論是什麼 妳結婚討論那些喜鐵花 但是妳只是跟我說 我告訴你 我現在找的這個 決定是妳自己的 她根本沒有討論 這樣不是討論 我現在已經結婚了 妳在老婆 妳只是想問而已 對 我只是想分享 其實妳大概有自己的事 對 她有心理想 她有三個A B C C是最澎湃 她就說妳們覺得哪一個 我們就說A什麼比較厲害 沒有 我就是要C C看起來比較厲害 對 她就是心理想 妳們有想法 妳們都不會講我的想法 妳們都不會講我的想法 那是告知 對 那是告知 她們沒有 我不跟歸路討論 為什麼 都沒有 其他兩種的都沒有 沒有 像劉思琳其實跟Lidia 是差不多 就是會到處問 但問完以後 人家跟她講 她還是就是嘴很硬 然後腦袋很硬 她真的她沒有聽懂 腦袋很硬 有可能 她腦袋裝 她裝什麼 就是一開始 就像她以前都會遇到一些 很奇怪的另一半 就是那個男生 我們就是跟她出去幾次過 因為都人模人樣 然後我們都有說好像還不錯 然後直到出去過兩三 就覺得那男生的行徑很怪 怪到你知道 一開始我們出門的時候 我們像 譬如說我們一群女生出來吃飯 對不對 我們沒有要男生付錢的習慣 我們都一定是各付各的 然後等到帳單來的時候 那個男生沒有動作就算了 他自己的錢也沒有要付 而且他大概帶了三四個男的 來吃也點了一桌 然後他沒有要付錢 帳單已經走到 服務室已經走到我們旁邊了 我們當然就是分享各付各 然後他可能想說男生會幫他付 他也沒有動 我只點了一杯飲料 只點了一杯一百多塊飲料 他也沒有要動 可能想說男生應該在把他 會要幫他付個一百多塊吧 男生沒有動 然後這時候都沒有到很尷尬 然後我只好就對他說 說劉師弟你的飲料付了嗎 其實我是講給那個男生聽的 但是還是沒有要動 然後同時他的朋友 跑廁所的跑廁所 對 打電話的打電話 這是真的 真的假的 怎麼那麼誇張 一群賴呢 而且還什麼號稱ABC 然後他怎麼號稱 他是 然後我真的是 然後我另外的朋友 可是ABC不是都 都是GoDutch嗎 我另外的男生 他連他不下去 本來要自掏腰包 買掉全部 我說你不准動 然後就直接跟那個男生說 我說你們剛剛點滿多的 然後他們兩個男生 還在那邊分享說 你剛剛點了什麼 我點了什麼 然後兩個才把錢拿出來 好就算了 就算了 重點是後來我們去喝東西 我們就是他們又硬要跟 他們打算要讓女生付 對 他們覺得我們女生 已經掏錢出來就付 而且也沒有要幫他付 怎麼可能 真的 然後我們後來去喝東西 是因為那家店的老闆我們認識 然後他們沒有打算要去買酒 然後我的那個店的老闆 他就過來說 那請大家喝這樣子 然後那男生就偷偷的 跟他旁邊的男生說 就是有人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重點是劉師弟 還是跟他在一起 對不對 我剛剛我要說 我為什麼 還是跟他在一起 因為你太多肉體 真的 是 但是我跟他們說 那天我也嚇到 因為私底下 我們兩個單獨出去的時候 他不是這個樣子的 他帶我去按我 然後帶我去吃超好的 超高級的餐廳 然後都沒有付錢 都他付了錢 所以我才嚇到說 那他怎麼跟團體 跟我朋友出來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我才嚇到 對 所以他前面付錢的那一些約會 只是為了要得到妳 我覺得 而且還有一次我們去唱歌 也是一群女生 好經典 所以這都是真實故事 那個男的一進包廂 我們要付錢的時候 那男生就說 我剛才點了一個排骨飯 他只要付排骨飯 我們都去過錢 因為那個不會是一個 這樣付錢的方式 好怪 然後後來他也點了一瓶酒 後來然後酒送來了 他把酒一直抱著 從頭到尾巴上去 他在這裡抱著要幹嘛 我點的是 我點的是我的酒 他點的 他是真的 那妳有沒有把酒瓶 毒癮這樣 好想給他尻下去 尻下去 你怎麼跟他在一起 而且我們怎麼跟他講 都沒有用 在一起喝酒嗎 對啊 我真的要講到 你們旁邊的好朋友 我們那時候都不理他了 就是都不跟他出去了 因為念他沒有用 怎麼講都沒用 沒用 真的很短暑 那後來怎麼分開呢 因為男的飛走了 飛走了 飛走了 對 他只短暖來台灣找人 然後其實到飛走之後 我們都還在一起 事實到有一天 我才聽到共同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在外面都不承認他有女朋友 這件事 我才下定決心跟他分手 下定決心 這樣打擊你才分手 下定決心 所以這種討論也沒有用 他都會問你 但是他都沒有在管你 我發現閨蜜裡面 真的會有一個很常鬼遮言 對 講不停 像他就是這樣子的 沒有 因為通常我們要吃飯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先捲信 應該給互相知道 先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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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就跟他約 因為今天錄影室 大概兩點多要到棚內 我就跟他說 那你幾點會到 他說大概兩點到 我說這麼晚 你不用用頭髮嗎 他說不用… 因為他會去一間 理髮院弄頭髮 我就說 是 他去弄髮 他說他就 send了照片給我 是他現在的髮型 他就說 你看這髮型好看嗎 我就說 妳不是說好看嗎 我就說好看 但是好像有點有在加強 你看你也是都這樣 然後他也不聽 他說會嗎 那我看到會嗎 那我看到 他說你要看到本人 才知道多好看 他一進棚就是這個樣子 等一下 他也是 他每次都跟我講說 他每次都 send那個簡訊說 我等一下要跟San老師 去吃飯怎麼辦 他就說 San要去吃飯 你覺得我要不要去吃 我在減肥 我說那就不要去吃 結果下一秒 他就跟San在那邊打卡 說我在吃火鍋什麼的 你也沒在聽我講 好 來 第二個 對 好東西一定要跟對方分享 這是一定要的 對 對不對 像我每次就是 可能每個月飛韓國 我都會帶很多就是 還滿特別的美妝 但是他就是不來這一套 他就是一定要歐美大牌子 對 也沒有 你明明就有好不好 就是那種眼裡只有那個 他就對於這種他覺得還好 沒有 然後就是這一類的 就是譬如說芳宇小蕾 他們就會很喜歡 然後我每次去都會 就是一直不斷的幫他們買 然後他就是比較看不上 對不起 這什麼他就說 這什麼 那些鵝好可愛 然後這什麼鵝好 我那天在網路上看到 有什麼YSL的 我去試那一罐2000多 我就覺得很好用 就是這種的 這個他就還好 是 那妳有什麼 我都會 我也沒有一定分享 大品牌的東西 就像之前我在歐美國 歐美國 歐美國 我就是找到那個 很好用的止漢劑 然後那一陣子 就會瘋狂的 就是分給身邊 所有的好朋友們 然後包括立文 我也給他一個 他還不是嫌 這個味道有點小黃瓜 我也不喜歡 我不是小黃瓜 是有一點很 小黃瓜臭味 就是梅味 怎麼可能 反正要塗一個梅味出去 很尷尬好不好 可是這個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是超會流汗的人 就是只要妳睡前塗 隔天一整天都不會流汗 睡前塗 睡前塗 她上面是這樣講的 妳跟我講出門前在塗 我說妳也可以這樣 這樣我不會講 妳可以塗 我們看 這個可以嗎 有 妳的話給我兩個還OK 已經開了 妳要怎樣 然後還有我今天還有帶 另外一個東西要送給立文 什麼 就是我最近發現 很好用的驗韻棒 因為我一直覺得 因為我一直覺得 懷孕這條路 只有一個人真的很隆理 我一直很希望 旁邊有朋友可以加入我 所以你知道這個有多酷 它是電子的 就是以前的驗韻棒都 也不是以前 就是比較普遍驗韻棒 都是你尿尿在上面 它就有兩條線 然後從我 之前我有介紹過排卵的是電子的 它就是如果你在排卵 它上面就會有個笑臉 後來我這次去發現 連驗韻棒 它就是直接告訴你說 Pregnant 或是Not Pregnant 除此之外 如果你真的懷孕的話 它還會進階版 它會再告訴你說 你現在幾週了 這麼厲害 就是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是第一 二週還是 第一次孕 它驗它就可以馬上告訴你 你懷孕 男生我有看到的時候 我第一次孕 它說有了 它那時候才幾週 它就是一顆傳送片給我們看 它就是一到二週 而且我很開心 因為我就覺得真的嗎 所以我大概二到三週 我又驗一次 真的就二到三 我就覺得還 滿精準的 對 還滿酷的 祝你好運 謝謝 他說有一天 他就突然跟我說 我們有一樣包包 那我們是不是要放 我們是不是要用一樣的掛飾 我說好好啊 那妳看我給我掛飾 然後妳看他買了一個 我覺得妳很過分 我一點都不過分 你知道這個已經 大概五六年了 今天之後大家說 那四十米把你的帶來 他說我的丟了 我的丟了 因為我的都掛在包包上 因為我的都掛在包包上 對 還滿酷的 祝妳討厭 謝謝 祝妳有什麼 像我覺得永兔 他比較常跟我分享 一些東西就是吃方面的 因為保養品累了 我覺得 因為我們跟他年紀至少 差五歲以上 然後再這樣 他怎麼出來耶 你看你啦 謝謝 但是我必須說 他這阿妹仔其實還滿貼心的 因為像之前他出外景 只要看到有好吃的蛋糕 或是泡皮 因為他知道我很愛吃甜點 他就會打電話來說 森惟如我現在寄給妳 妳記得要收 他就會立馬叫老闆 就是他跟現場買一盒 然後就寄給妳 那他是看到妳對長輩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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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 長者… 我後面有覺得 我也幹嘛一個 estran我的姐姐 在看待 尊敬的長者 真的 因為我不可能去問 她一些保養類型的東西 為什麼 我們兩個年紀差這麼多 而且她還牠皮膚 還年輕的人也爸爸 你知道嗎 她買戶怎麼樣 擠臉怎麼辦 就覺得她皮膚 應該跟我裝的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我是不會主動去問她 但是她非常愛 推薦我保養品 對 因為你看我真的會推薦這種 這就是基本的保濕款 snoûакс 沒事 大小事 我們就會無聊就送給他 我就會說這個好用 然後我會默默的喔 然後就不回了 講到好東西分享 韋汝他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都會把他的贊助廠商 推薦給我 好好重要 對 這我也有過 他都會講說 我現在有一家廠商贊助 那我就推薦你 然後把他的Line 跟你的Line給你 給我這樣子 然後就給我 讓他去跟他們談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就看他還滿可憐 所以才跟他當作 什麼可憐 因為我真的就是聽到說 他一個月只有2000塊的衣服 他就覺得 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你知道就是一個長者的心 他這樣連結 他就覺得能幫他就幫他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我才跟他變成 因為女人我最大 才跟他變成好朋友 還有劉思迪這麼多年來 他其實有送過我一個 很感動的禮物 他就說有一天 他就突然跟我說 我們有一樣包包 那我們是不是要用一樣的掛飾 我說好好啊 你看我跟我掛飾 然後你看他買了一個 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妳很過分 我一點都不過分 你知道這個已經大概五六年了 今天之後大方說 那40米把妳的帶來 他說我的丟了 妳好過分 因為我的都掛在包包上 所以都黑掉了 你們可以想像 那個掛在包包上嗎 它是因為都沒有用 它躺在家裡 至少我是真的把它放著 好好放著 我還沒有太過分了 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對 太過分了 它是蘿蔔 它裡面是蘿蔔 它是一個蘿蔔 它是馬力拉的尾巴的 對 馬尾巴 馬尾巴 沒有 就是軟軟的而已 他送了我一個這個 我居然還把它留下來 成為妳知道 我愛的語言是禮物 對 所以我很喜歡送 就是我愛的人 我不是說大東西 就是小東西 我有的就說 這是怪東西 對 她是有沒有的 好姐妹分享 我希望她可以跟我 背一樣的包包的 我覺得背一個這個 在路上這樣 覺得這個女生 神經狀態有問題 我只能說妳很不可愛 妳看不懂 妳好可愛 有個輕骨雞 包包包 對 太多了 對 太多了 好可怕 老師有沒有跟我們分享 可是我覺得斯底跟威姐 應該真的是閨蜜 我最近就有幾個東西 是我會分享給我的好朋友的 一個就是 這個 這什麼 護唇膏 它不是 睫毛膏 它也不是睫毛膏 它是睫毛尊長液 這個是我用了這麼久 真的唯一一支讓我 覺得下睫毛有長出來的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所有身邊的好姐妹們 就一人一支給她們 然後還有歐美牌是不是 歐美牌 巧巧 那也是我最近發 因為我很愛用美容油保養 這支最近我發現了 一個美國大牌 貴婦品牌 你推出 魚缸 對...魚缸 會看到一個大魚缸的那個牌子 它推出的美容油 然後我覺得它的質地非常細 然後非常清爽 媽媽可以來用一下 老師妳可以試試看 所以那個我就覺得 其實很舒服對不對 好像香水 對 它的味道很舒服 然後可是它的油的質地很細 然後妳擦完之後就吸收了 但是妳的皮膚是潤的 另外一個也是面膜 也是日本帶回來的 台灣目前真的買不到 真的是要到日本買 大家應該比較有印象的是 它已經推出很久的這一個 包裝的料理包 對 料理包 對 料理包 對 料理包 然後他們在去年推出了一個 新的面膜就長這樣 這一個系列 它就是標榜了它純保濕 可是大家保濕都知道 它就是玻尿酸 但是它加了六種不同的植物油 在裡面 對 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想今天先請一位來試試看 它 給它浪費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先給它用 我要幫它敷的是這一片 就是我說純保濕的這一片 那我先把它剪開了 因為我要敷半邊 這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裝好了 你們去摸一下 因為它面膜 你會覺得你會摸到滿滿的美容液 我們現在敷 然後妳敷 然後那一包裡面有美容液 是 是要幹嘛 妳懂我的意思 我現在敷了 深下的美容液 敷在臉上 那一片 那一包 其他的美容液要幹嘛對不對 就把它擠出來抹在全身 你想要任何保濕的部位 擦身體 對 然後這一片面膜 我覺得它有一個 比較貼心的地方就是 它應該是我看過 裁切口最多的面膜 真的耶 一片面膜有24道裁切口 很好 所以你可以 根據你臉上的輪廓 慢慢的把它調到你要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等 平常在家裡 大家知道敷面膜 一定要10分鐘左右 對啊 所以在這等的過程中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的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那一片有打開嗎 沒有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它的美容液有多少 因為它裡面有滿滿的28瓶 沒有 真的 真的 孕婦也可以 這一片可以 因為它不含合成的香料 然後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 然後這六種美容油是什麼 就是孕婦非常需要的一個 叫做玫瑰果油 因為它可以幫我們消除一些紋路 而且可以預防你的認成分的出現 那你可以擦肚子 然後還有摩洛哥堅果油 蚵蚵巴油 好餓喔 對啊 現在很容易餓喔 然後還有橄欖油 那角莎西 所以它選的這些美容用油 其實都是對皮膚具有很棒的 一個保濕力 因為它標榜 為什麼叫燕肌 因為燕肌在日本 它代表的是一種會發光的肌膚 也就是你敷完之後 你的皮膚就自然會發光 會有非常棒的光澤 那原本的這一片呢 就是賣得很好的這一片 它的精華液更多 它有33ml 對 它最大的不同是 它給比較成熟一點點 所以我們到底要買哪一片 如果是年輕的 像這一區的 買燕肌 就買燕肌 我們成熟的就買這一個 就可以用這一個 長者 好 這個你看它的精華液 你看它的精華液 又不一樣 很快 真的很餓 而且它像果凍一樣 它其實標榜是它像果凍一樣 會痠痠的 對 這是它兩個的 所以它敷完之後 你的皮膚不只是痠 你會變得很柔軟 就是會比較軟的一點點 這是它兩者最大的不同 好的 好 好 媽媽 長者應該差不多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撕下來 好 瑋綠 你幫我摸一下這個材質 綿綿的 很柔對不對 這個是百分百的 一個天然綿的材質 所以敷起來 你會覺得皮膚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現在把臉上的精華液 完完全全的按摩 讓它吸收 皮膚就會變得非常有光澤 你會發現 你笑一下 這邊好提喔 你會發現 真的 它這個臉頰提上來了 因為它有水了 現在台灣買得到了嗎 台灣現在買不到 就對了 那想要幹嘛 我送了個飯 你去台灣買不到 閨蜜不是就是要告訴她 一些國外買得到的好東西 所以也下去日本 她買不到 妳就飛去日本買給她 網路上也買不到 好像有一些代購可以買 好不好 才短短的時間 薇如的臉就變得烹飪水嫩又緊緻 真的是送閨蜜最好的禮物了 是的 但是閨蜜一定好東西要一起分享 所以我還是要把我從日本 帶回來的這個好東西 就直接送給薇如了 真的 至於妳要不要跟永兔分享 就看妳了 好 真的不要 現在是認閨蜜影師 現在我們是閨蜜影師 我們換位子好了 妳來坐 那我坐在一起 比較好 凱文老師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其實我 因為我 我平常最喜歡就是去找新東西 看到什麼就買 或者是很多女生 譬如說像我在粉絲團或者朋友 他們常常問我說 什麼時候就像跟Lidia一樣 她可能會有一些名牌迷思 對 但是有些時候不見得真的大牌子 就真的很好用 或者是有些女生為了要追逐那些 然後自己的經濟負擔就太大了 所以我通常都會看對象 去推薦很多東西 介紹他們一些 比如說像現在最流行的眉毛 如果說像立文 像立文皮膚白的人 眉毛的眉色眉選對 這個真的 我很難 因為我隨便如果沒有很深一弄 都會很像泥秋兩條 對 所以我今天要推薦 就是推薦給你們的是 眉毛 眉毛 對 立文妳來做我模特兒好了 因為他們其他人都畫好重 那天的狀況是 就是妳已經在裡面洗澡了 我就說 那我會進去上廁所嗎 因為我很急 然後她一直說好 然後她就一直在就這樣 她在想要修 修那畢竟線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去海邊玩 要穿比基尼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進去幫妳好了 好 我就要走進去 我就一看那個剃刀拿起來 我說威姐 妳的殼 蓋子沒有拔下來 那妳怎麼都怎麼剃不掉 那很快 怎麼那麼久都剃不掉 再來就是說 其實眉毛決定了個性 眉毛可以影響臉型 當然 要教立文的是 透過不一樣的方法 來呈現妳的眉毛 首先 妳可以用眉粉 妳剛開始在用眉粉畫的時候 我通常會建議 把這兩個顏色相混合一下 交在一起 第一 淺的兩個 對 淺的跟中間 對 淺的 前面的兩個 把它稍微混合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你在用這種眉 不管是扁的眉刷或是什麼 一用上去 如果只用這個顏色 一上去可能會太深 太深 然後先 因為現在很流行平眉對不對 所以我先在眉下這個地方 打影子是不是 對 打影子 然後妳看我就用眉粉這樣 像在畫眼影一樣 把它填滿 好 然後如果說 妳真的需要有畫形狀的時候 就拿它這個斜口刷 上面附的 對 上面附的斜口刷 把下面這裡 放上去 要沾水吧 不用 眉粉不用沾水 就把它像軌道一樣 下面 上面 好 這就是一般很自然的平眉 對 前面這個顏色要幹嘛 你知道 這個顏色 很多女生 最喜歡拿來打陰影 而且你看 就這樣子輕輕的摘 然後從眉頭下方這裡 用頂的方式 畫圈圈 每一個人嗎 那是因為立文白 所以那個顏色Gay 它可以打陰影 我們一打 會不會兩條白的 不會 其實它這個粉末 看起來是好像很淺 但是他們家的眉粉 之所以賣得很好的原因 是因為 它的沾布能力 顯色能力是好的 很多女生如果說 像欣美姐 膚色比較健康 妳也可以把這兩個顏色混調 混在一起 或者是三個顏色一起混 還可以拿來修容 對耶 很多女生 我現在都會把眉毛越畫越長 你知道我在網路上面 看到很多女生 她的眉毛畫到這裡來 真的好玩喔 我真的不誇張 現在很多女生拍照 都會找角度會修圖 對 會修圖一美膚之後 會發覺她眉毛只剩前面 對 可是那樣其實是不對的 對 看到會嚇到吧 不是 不能用長度 不能用長度 而是要用深度 顏色的深度 對 如果說你有這樣子的困擾的話 你可以透過眉筆 用眉筆 譬如說我先用眉粉畫好了 對不對 我先用眉粉畫好了 然後我用眉筆來做我的 先粉再筆 對 因為這樣子會比較自然 所以你先用眉粉打底之後 就好像上了蜜粉 這個時候你再用眉筆 反而它的附著力會很好 你看我可以用眉筆 去框出我的眉毛的輪廓 你看我先畫一個框 上下的框畫出來之後 然後 尾巴 要填滿的是眉峰到眉尾的部分 前面淡淡的 對 前面要越淡看起來越自然 而且你看它這一邊 覺得是沒有眉尾的 對 比較柔和 這邊比較柔和 但這邊 整個眉毛形狀出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它感覺上是比較 不好惹 不要亂殺假 比較有個性 對 比較有個性 而且比較時髦 對 我們再用這個鞋口刷 我覺得它的這一塊不妙 輕輕的 這人都不敢去 刷一下 很嚴格 而且不能帶小紅去 對 那一支是什麼 怎麼那麼短 這是它裡面 眉粉附的 的什麼 斜口刷 如果你發覺今天眉頭眉畫好 眉頭眉畫好 畫太黑了 就把這個淺色的眉粉 拿起來 從前面 疊在你的眉頭 看起來比較柔和 對 它覺得看起來比較柔和 為什麼今天推薦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三色的眉粉真的很方便 它有兩個不同的色調 你看這邊是偏暖色調的 咖啡 自然中 這邊有點偏亞麻 比較偏綠 那是要按照膚色選 還是要按照眉毛本來的眼睛 髮色 如果你喜歡柔和的 自然的用眉粉 你想要線條感明顯的 存在感強烈的 而且比較持妝的 就用眉筆 你也可以把兩個混合在一起 創造比較立體的眉型 好喔 好 來 只要利用簡單的工具 就可以畫出自然又時尚的珠瓶 女孩們還不趕快畫起來 第三個 再糾再失意的事情 也不怕對方知道也是 對不對 所以求越失意 就更要跟閨蜜這樣 對啊 因為 越不會送的是 雖然我那時候就是 我還沒有驗的 我知道爸爸是誰 小孩的爸爸是誰 那這個我當然也不知道 他怎麼問 就是我那時候還沒有驗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胸部 就已經很脹 然後真的 我現在整個大了一個罩杯 那又怎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很困擾 我就有問他們說 你們的那個頭 會不會就是一直很 就是 就是平常我就覺得我 咪咪的頭很 對啊 平常 平常它就是很 就是放鬆的感覺 可是自從我發現 懷孕之後 他們就一直就是 很緊張 很緊張 對 很緊張 是因為天氣很冷吧 沒有 我本來也以為 可是我回到台灣 他們還是 就會有一點脹症的 而且他們有時差 就是還會讓我過來 所以會嗎 懷孕其實是會的 對不對 因為妳是在運量 那個乳水的都分泌 所以她其實那一陣子 活動很多 所以她一直在運動 感覺上妳用奶水會很多 真的 為什麼 寶寶很幸福 妳媽媽現在在懷孕 對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分享這些 但他們都會跟我說 太多了 因為他們有經驗 妳應該請教一下委婉 對 所以Lidia妳的朋友裡面 閨蜜裡面沒有懷孕 生過小孩都沒有 那他們當然沒有 沒辦法參與 我在店裡一直傳來 就說我現在什麼奶頭很硬 我就說我就不想回 我就說我不想知道 她就說我很想賣照給你們看 我就說我真的不想知道 我跟你們說 威姐一個更糗的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很糗 因為我跟City從小 就從模特兒公司 我們就很習慣一起在外面住 還要一起出國 所以我們很常一起睡 然後她是那種就是 就算我都已經跟她說 我在廁所嗯嗯了 她說沒關係 就繼續打工去洗澡 她可以就是 她是OK的 她可以為什麼 她進去洗澡 沒有 我會先追求她的頭 她OK那我就進去 我都覺得她敢來聞了 那她就來 然後又嘛就是 我們出國 為了要趕快上床睡覺 譬如說我先去洗澡了 她就會說 我可以跟妳一起洗嗎 然後她就會輕易跑進去 就是我們就會一起洗澡 那天的狀況是 就是妳已經在裡面洗澡了 我就說 那我可以進去上廁所嗎 因為我很急 然後她也說好 然後我就進去 就坐在馬桶上 然後我都上完了 我就一直看 因為她水龍頭也沒開 我想說妳站在那裡幹嘛 然後她就一直在 就是這樣 她在 她想要修 修那一筆記憲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去海邊玩 要穿比基尼 對 我想說 我想說那邊有點怕穿的時候 擦出來 對 我自己在那邊 弄了非常久 外面要避諱她而已 對 然後也沒有聽到水龍頭聲音 我想說妳站在那裡 那麼久幹嘛 我就一回頭看她 變變子 變頭 她說我在修那邊的那個 她想修個行出來 然後妳好像是第一次修 她不太會 我沒有 我只要把它修光一點 就是 對 然後 比較不會有意外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進去幫妳好了 我就會走進去 我就一看那個剃刀一拿起來 我說 薇姊 妳的殼 袋子沒有拔下來 那妳怎麼說 我怎麼剃不掉 難怪我不要用那麼久 都剃不掉 剝很久這樣 我說妳沒有拔蓋子啊 對喔 妳被思想笨耶 她就蹲下來幫我剃 她蹲下來幫我剃 她蹲下來幫我剃 真的 因為我說我有這個習慣 然後她說好了 因為我沒有 那我就好 我幫妳 我不行耶 我就幫她 真的 我也沒辦法接受這樣子 對 太羞了 因為我覺得朋友有時候 就像情人一樣 妳還是必須保留一些關係 對 一天重心 但我覺得真的有時候閨蜜 因為妳必須要保留尊重 然後因為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像我就記得她有一次 喝醉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她那一天要拍一場哭戲 然後她哭不出來 她很傷心 所以她跑去喝酒 對 她有去喝酒 那她那時候有點喝醉 剛好我那時候是弄我兒子 要睡覺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開始打個話 就在那邊哭哭啼啼說 我跟妳講我今天哭戲 哭不出來 就在那邊跟我哭 我說妳現在不就哭了 她說對啊 我只有現在才哭得出來 然後就跟她講說 好...我知道 但我現在要先弄我兒子睡覺 她說好 妳趕快去弄她兒子睡覺 我跟妳講我今天什麼... 她沒有在配合我說的話 你知道嗎 她現在一直跟我講了兩個小時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太好了 你知道兒子後來怎麼睡嗎 是因為我剛剛一直跟她講 好... 然後我兒子就默默可能 就也覺得太無聊 因為媽媽一直 好... 然後兒子就睡著 就是兩個小時 她真的也是不好意思拒絕對方 真的很好 沒有 好 來 吵架可以立刻和好 能吵什麼 你們能吵什麼 對啊 那還好吧 意見不懂 我覺得真的好嗎 我可能才會有一些 不會送對方 然後會想要講的事情 因為我們認識超過10年 12 13年了 對 然後她又是一個很 我已經很大辣辣了 她又大辣辣加白辣 這兩個加起來更猛 就是你會覺得很多事情 譬如說我們常常一起出國 她上次我一度因為跟她們 她們要去歐洲去法國 我們一度因為她的就是 退稅那些流程沒有搞清楚 一度將近要趕不上飛機 我就是已經一路上 因為她譬如說 我們去韓國去 妳要叮嚀她 有 這樣我就是帶失智老人數 我跟妳說 不是 我剛會在前一天晚上跟她說 妳要退稅 那妳要查清楚 就是如果妳不知道 妳可以去爬溫 因為像很多人去歐洲 一定會有那些部落客分享 她就說那個不準 我跟妳說法國機場常常有人罷工 所以我們就是一早4點多 就從飯店出發 到那個機場大概5點多 這樣退稅一定來得及 好啦 我們4點多 我就超累 然後5點多到機場 沒有人上班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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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會說 我們現在好沒關係 威姐妳去旁邊咖啡廳休息一下 我們就兩個趴在那邊休息 好老帥喔 太常老帥 第二趴 就有人聲了 有人開始 進來了 機場有人了 我就說師弟 妳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們應該要先Check in 還是先退稅 她說我朋友說要先Check in 再退稅 我真的是問一個我空姐朋友 她這樣跟我講 她說我問了我空姐朋友 我說妳確定嗎 她說我確定 我就好 我就在那邊等 然後越想越不對 因為我看到很多旅行團 都已經開始往下面走 而且他們並沒有先Check in 我就說劉思琳確定 然後她就說我確定 然後我真的 我只好就趕快再 先去跑去前面看 看那些人在幹嘛 那些人沒有Check in 他們在退稅 對 結果我們是最早到 結果差一點退不了稅的人 然後因為你退稅完 你還要Check in 對 然後Check in完 我我就直接 退到信用卡裡面 然後她又要現金 所以她又要去排 她去排一次 幹嘛要現金 妳要在歐元 用不良就要走 而且這一路上已經有很多事 譬如說我跟她說 歐洲晚上會冷 她不會聽的 歐洲晚上會冷 妳要戴外套 不戴 就是可以借我現在外套嗎 然後我就在說 妳第一次去歐洲 因為我去過了 所以我會覺得 我希望她多去看一些她看的地方 我說妳可以帶相機 我又沒有自拍神器 我想說拍風景幹嘛要自拍神器 好 沒關係 她可能就是因為歐洲很多小偷賊 所以我會把包包放很緊 她可能說借我一下相機 好 借我一下相機 好 她就是在 然後很妙 我們的手機 是不是都到當地 會自動轉成那個 國家的電的時間 所以我的沒有自動轉 她不轉 她就會可能大概20分鐘 問一次說 威姐現在幾點 威姐現在幾點 好快喔 不好意思 我說妳的手機 不是會自動轉嗎 沒有 她說沒有 她說我不想 妳說我不想轉 她說我想要到 她想要看著台灣的時間 好 就是說算了 直到退出那個 我實在就是 我已經快崩潰了 因為已經快要趕不上 真的快要趕不上飛機了 然後每次妳要轉過去 看到她很匆匆忙忙 很慌亂的時候 妳會覺得 算了 不要跟你分析 沒有跟她計較 但是妳的臉可能已經垮下來了 可是她就會用那種 我有發現她垮下 我真的垮下 妳發現 妳發現 我後來就做了 這個彌補的事情 不是嗎 她就很 就是小媳婦很可憐的樣子 好不容易趕到那個 登機門口 她就說 這個給妳等一下桌飛機 靠那個脖子比較舒服 那也是想說 就是剛剛那隻跟毛嗎 對 就再長一點的毛 就長一點就走 對 就諸如此類就是 她可能是 就講不聽 對啊 我之前被一群很好朋友誤會 整個誤會 就是連解釋計劃 他們都不給我那種 然後她就是會當下馬上站出來 她就是會第一個跳出來說 就是說妳們跟她認識這麼久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種 我其實那件事情很替她難過 她也受傷了 然後身為閨蜜的我 也會覺得我 很替妳擔心 妳之後如果再這樣子的話 所以有時候不適合提醒她 她就為什麼 大概20分鐘會已經說 會只剩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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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不好意思 她說妳的手機 不是會自動活動嗎 沒有 她會關掉 她說我不想 妳說我不想 妳說 她說我想要到 她想要看著台灣的時間 好 這就算了 直到到退出那個 我實在就因為 她已經快崩潰了 因為已經快要趕不上 真的快要趕不上飛機了 然後每次妳這樣轉過去 妳就看到她很匆匆忙忙 很慌亂的時候 妳又覺得 算了 不要跟你生氣 沒有跟她計較 但是妳的臉可能已經垮下來 可是她就會用那種 我有發現她垮下來 我真的垮了 因為是最後 妳發現了 妳發現了 我後來就做了 很迷糊的事情 不是嗎 她就很小 媳婦很可憐的樣子 好不容易趕到登機門口 她就說 這個給妳等一下坐飛機 靠那個脖子比較舒服 對 那也是想說 就是剛剛有這個毛嗎 對 然後就再長一點的毛 就長一點是走 對 就諸如此類就是 她常常是 就講不聽 可是會變成好朋友 我跟你講就是 對 半斤八糧 半斤八糧 對 沒錯 對啊 好 來 最後一下 對啦 有奈一定要第一個幫忙 這是一定要 沒有 不一定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有奈一定要第一個 不出聲音 要看對象是誰 因為我覺得她是那種 就是妳真的沒事 不要幫她忙 她不喜歡人家幫她忙 有時候妳幫她忙 她會覺得是個困擾 因為她自己都有 她自己的想法 她可能有時候會講說 她怎樣什麼什麼好麻煩 譬如說她在找房子好麻煩 可是妳幫她會造成她的負擔 妳就是讓她自己來 妳聽她的節奏就對了 對 然後妳幫她可能 做一件事情妳幫完 她可能等妳只有默默 就是又弄掉重做一個 她根本 是不是 她就是這種人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會講出來的 其實都是我其實可以做好的 就是我覺得 妳不想麻煩朋友 對 然後譬如說 叫妳幫我去弄個 我就覺得 那又要妳要再去問 或妳要再幹嘛 那我倒不我自己弄 我會比較快 所以我如果可以說出來的 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 需要幫忙的事 就是其實我自己可以做得到 對 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 閨蜜要 就是 對 要了解對方 對 就是了解 對方的個性 要不然會引起一些 妳知道 誤會 對 但我覺得雖然她就是 平常這樣子甜甜 但是她就是那種譬如說 我之前被一群很好的朋友 誤會 整個誤會 然後她就是會當下馬上站出來 她就是會第一個跳出來說 就意思說 你們跟她認識這麼久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種 其實那件事情很替她難過 因為她 她很常會很快陷入一段關係 就是朋友關係 去認定某些朋友 然後那一次也是 她把那個朋友看得非常重 可是久了之後她才發現說 那個朋友其實 其實沒有把她放在相同的位置 然後後來我就有提醒她 因為那件事情我覺得 她也受傷了 然後身為閨蜜的我 也會覺得我 很替妳擔心 妳之後如果再這樣子的話 所以有時候不時會提醒她一下 這些東西 所以還是有點用心 對 還是有點用心 對 還是有點用心 什麼地方 好棒 可是就覺得 如果是被詩迪提醒的話 我就覺得 好 我怎麼變罪 因為妳兩個 就覺得兩個都好 對 所以我覺得閨蜜裡面 一定還是要有一個長者的身份 真的 有 真的 會有一個比較有智慧的人 在引領妳 像我就是屬於長者的部分 像我發現 因為她只要經濟狀況 可能最近通告的量比較少 又在拍戲 她的收入真的 會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我就會幫忙她 推一些通告 像是她們有說 推薦妳的好姐妹 我就會說 今天這個就不太推薦 對 不是 其實妳的不是 對 她好愛哭 是 不是小小 不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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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說真的 我的閨蜜其實有蠻多個的 但是因為真的 對 不是小姐 不是小姐 沒有小姐 她的收入很不好 妳不知道 我突然有一個閨蜜 硬臭的 對 小姐 有 剛剛 沒有 她兩個是閨蜜 所以妳們剛剛有先Re一下 要講什麼 沒有 她要Re一個禮拜 沒有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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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分很多不同的 她就是比較年長的規模 對 年長的規模 對 年長的規模 因為規模真的有分很多 的結局 對 對 你們這個年紀通常就是 我最常解決的就是 我跟那個好朋友怎麼樣 他不理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常常跟薇姊講 因為她很在乎朋友 她幾乎把每一個朋友都放在 同樣的一個抽屜裡 哪有 有分 有分 後來我就告訴她 她就會很容易受傷 她覺得大家沒有把她 對 放在一樣的 對 然後我就說 你要學著把不同的朋友 放在不同的抽屜 這樣子自己才不會那個 受傷 對 難過或甚至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然後真的不該放的 那就讓她丟掉吧 就不要一直放著 站在那個位置 因為你站的那個位置 放在那裡爛掉 你心熱的朋友也不會進來 對 跟你們分享 謝謝你們跟我們分享 謝謝